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弟兄姐妹早安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 我们就会进到上帝的宝 师恩的宝座面前 别忘记神的话语的上面 就是师恩的宝座 求主祝福我们 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最后的一段十九节 我们开始来读 然而神见过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这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凡称乎主义的人 总要离开不义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精气 因气也有默契瓦气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是杰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欺凌 成为圣洁和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信得 仁爱和义 就读到这里 那弟兄姐妹 气瓶有很多种 讲到有精气、瓶气、木气、瓦气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那这边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说在大户人家就是讲到神的国度里面 这大户人家很明显就讲到神的国度里面 那就是正常的一些有钱的人家的意思 那这个有钱人家的气瓶一定很多很多 那这些气瓶有贵重的有卑贱 那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我们是贵重的气瓶 你就是要装东西的,气瓶都是要装东西的 那每一个气瓶贵不贵重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本质 它的本质是金的,它就是金气瓶 金子做的就是金气瓶,银子做的就是银气 木头做的就是木气,瓦做的就是瓦气 那弟兄姐妹 这次我们是没办法改,如果是金子做的,当然就是金气 那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 金子跟银子是讲到神的性情,神的本质就是金子银子 那银子特别讲到神的救赎 那木气瓦气,我们这个人被造神 我们原来就是像草上的花,草壁枯干,花壁凋缠 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天然的生命的状况 那创世纪也告诉我们,我们就是尘土所造 所以我们的本质就是木头的,我们的本性是木头的 我们的本质就是土质的,所以我们就是木气跟瓦气 可是弟兄姐妹,神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改变我们 所以当你信耶稣以后,耶稣的生命就进到你的里面 不只是说我们会得救,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 其实更宝贵的是,这个生命要来变化我们 使我们这个土的气泥可以变成金的气泥,可以变成银的气泥 那弟兄姐妹,还有另外一个气泥贵不贵重? 除了他的本质以外,还有我们做的成装了什么东西 成装了什么东西 成装了这个东西,尤其是一个纸的盒子 这也是一个纸的盒子 那这个是一个铁的盒子 然后他做了一些印的很漂亮 但是弟兄姐妹也知道,他里面装的其实只是一些杂物 这个里面装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 弟兄姐妹,这个盒子,这个气泥 其实它并不是什么贵重 弟兄姐妹,你看见这个盒子 里面装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我也不晓得这是什么 反正这个价值一定比这个还要更高 那弟兄姐妹,那我想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小盒子呢 其实里面有一些卡片 那弟兄姐妹,都是很多种的卡片 那这个盒子,为什么很宝贵呢? 他的价值是无价的 为什么呢?里面都是一些的经文 都是被从圣经里面选出来 能够安慰造就去年人的话 这个就是天父敲架的话 我们用来做什么? 用来帮助这个全能服事 就是让我们被神能够抽一张 我们就能够用这个东西来传逼 很多人就借着这样简单的东西 他们就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弟兄姐妹,你想 这三个东西哪一个比较贵重? 当然这个最贵重 因为它成装的是神的祝福 神的恩惠,神的救法 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命定是什么? 弟兄姐妹,我们的本质 虽然我们是土造 可是弟兄姐妹,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说 诗篇139篇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受造是奇妙可畏 是奇妙可畏 所以虽然我们的本质是泥巴式成土 但是我们制作我们是伟大奇妙的神 所以在以夫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神的杰作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神 我们很卑贱 可是制造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真奇妙 对,弟兄姐妹 所以上帝不想要住在人手所造的殿 即便所罗门造的那个金币辉煌的殿 上帝说,我根本就不是想要住在人 祂想要住在哪里? 去拣选了我们这些人 祂要住在我们的里面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因此我们从我们的本质,神要改变我们 从木器瓦器变成金器银器 那另外,祂住在我们里面 这个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瓦器 但是里面有一个宝贝 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 那这是神的心意 那接下去是我们要回应 那我们要怎么样变成一个 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亲 这边告诉我们说,不是神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他这边告诉我们说 人若自解 脱离卑贱的事情 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容让这些悲劲的东西 再来污秽了我们这个人 所以弟兄姐妹,她说你要逃避 逃避世约 逃避那些不圣洁 污秽的那些东西 那比如说,色情的那些东西 那些书 或者那些文字那些图画 我们就是要远远的离开它 弟兄姐妹,不要去接近那些东西 不要让我们的心思 因为被这些东西所污染 那这是第一个 你消极的就是要逃避 那积极的是什么 他说你要恨 亲亲祷告主的人 一统追求 所以弟兄姐妹,你跟谁在一起 就会 就会变成 就会受他的影响 所以我们古人就讲 敬朱则赤 敬末则黑 你跟不好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变黑的 你跟好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 你就会 你就越来越好 你就会越来越清白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边说你要跟亲亲爱主 那些人的心 什么叫亲亲人 亲亲的人必得见神 那这些人是跟神汉坚信的 你只要常常跟他们在一起 你就会坚信的受他们影响 你也会越来越清新 那你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变成有信心的人 你跟喜乐的人在一起 就会变成喜乐 你如果跟那些 常常喜欢 这个批评论断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变成批评论断的人 你跟那些不顺服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变成不顺服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跟怎样的人在一起 当然要成为那些亲亲爱主的 一起追求 你的人生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感谢主 我们的教会 有许多亲亲爱主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就来跟他们学习 来跟随他们 跟他们一样来追求我们的主 我们的人生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们请祷告天父上帝 谢谢你 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主啊 感谢你 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知道 我们你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就是期待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 主啊 感谢你 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 主啊 在你面前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主啊 我感谢你 你照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 当我们传福音 我们就变成贵重的福音的使者 我们就变成贵重的器皿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祝福我们这天的生活 奉耶稣祭祢祷告 阿们